这辆白色Waymo无人驾驶车挡在路中央 而且好像随时要爆冲过来 吓得驾驶惊声尖叫 车主拼命按喇叭 直到看见来车慢慢绕开到另一条车道 车上乘客才松口气 这起路上惊魂就发生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附近公路 事后Waymo无人驾驶车公司 也解释到底为何会发生这种乌龙 公司解释这辆无人驾驶车 只是在重新规划路线 但对其他驾驶来说更恐怖 毕竟无法保证无人驾驶车不会到处乱撞 不久前同样在亚利桑那州 一辆Waymo才因为辨识施工耗制错乱 导致车闯红灯冲进迎面车道 当事者驾驶也呼吁监管单位 能够调查并向相关人士就责 避免哪天发生无法收拾的悲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